来 视频就必要 没想到反而让嫌犯 熟悉地形形凶得逞 女儿女婿遭邻居残忍杀害 留下两个年幼孙子 做外公的好心痛 不在场的大人都难以承受 更何况是小孩子 内心害怕跟恐惧 陆续出现创伤反应 而社会局被爆出 社工仅在案发当天出现 10分钟就离开 各单位又陆续要找孩子问笔录 让外公好无助 男同外公好几度溃体 而男同的爷爷子 是15号当天跟妻子一路痛哭 从花莲赶到高雄处理后事 并配合警方办案 17号首度打破沉默 对于噪音问题 替儿子媳妇教区 一位受害者附近的类书 善良儿媳数年前 铺地毯地铁还在捉一个脚 加装网球套 甚至还邀请凶贤进屋来会 开努力改善 没想到反而让对方熟悉了地形 让恶行得逞 不顺唏嘘 而事件发生了 全厨及儿媳的好友们 会坚强起来把一双制止 当成小小儿子来养 不祭求大家的帮忙 只希望能多正向鼓励孩子 早日走出阴霾 TBN新闻 艾州行留学高雄报道 这起命案凶贤隔天收押 不过现在传出家属不满 警方为了制作笔录 一再地传唤他募集的孩子 也抱怨社工具有停留10分钟 因此警方向检方请示之后 决定以职务报告来代替笔录 而现在社会局也联系心理师 要来帮这两名儿童做心理辅导 18号一早 高雄市社会局长 在同仁陪同下 带着水果礼盒 出现在五庙路的命案大楼 因为前一天家属才抱怨 事发至今 只有社工来了10分钟 外公外婆都说 已经有家属在处理了 就不需要打假 同仁才说 如果需要我们 再请他们跟我联络就先离开 官员豆腐慰问 立刻有了新指示 除了已经有心理师介入 18号赴宴也会全程派社工陪同 并配合家属要求 帮忙找寻法律咨询 另外警方也遭抱怨 一直找目击命案过程的孩子 制作笔录 家属表示不同意见 本文局同理家属悲伤的心情 经承报警察官后 同意以其他方式替代 最后警方决定 该以警方的职务报告 来代替笔录 虽然法界普遍认为 职务报告效力上不及笔录 但人不失为权益之计 在这个时间点就立刻要让孩子 来做笔录的话 事实上对于孩子的心灵的创伤上 以及重建上 并不是一个很适合的时机 郭审辉这么困扰 就在于无心凶险 落网后对案情三间几口 直到16号晚上遭裁定羁押 送到了燕潮看守所 化身为编号346才卸下心房 隔天一早更是三餐进食正常 情绪平稳 也让外界摸不着头绪 他平常很沉默寡言 也不跟人家讲话 我没有看过他笑过 所以他夺得永远率很低吧 不过随着社会舆论情绪沸腾 市府各局处动得起来 以及小额捐款的涌入 如今还传出有在地慈善家 表达要捐助两名孩童到大学毕业 也让后续的法服跟安置 渴望加快进度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农业部才开记者会说明进口鸡蛋 不会流进散装市场 但是桃园需卫先局马上就追到 会在巴德区的众益农产品公司 先前就把进口蛋散装蓝蛋 卖进早餐店里 而且还没有标明产地来源 进口蛋食安问题延烧 农业部才挂保证 不会把他们流进散装市场 桃园市卫生局马上打脸 为在巴德的众益农产品公司 早就已经把他们卖进市场 桃园市卫生局16号到工厂机场 发现业者把加工后的 未杀菌业蛋标示为台湾产 有席产地嫌疑 众益把143万多颗进口蛋 盖散装蓝蛋 卖给路边店早餐店都没标示 来自哪里 农业部不说 卫生局自己查 业者因为散装蓝蛋 为标明产地 以及进口及台湾蛋混在一起 加工成未杀菌液蛋 打上台湾产 都违反食安法 两者合并 最高可罚700万 直3月开始 陆续进口的鸡蛋去哪了 从中央续产会这边 17%留下席选业者 也就是台农冠军 标错效期争议的这批 24%到加工厂 剩余是库存及耗损过期 其中部分蛋品到加工厂 制成半成品的液蛋 也就是众益公司受托处理 加工之后 进口的竟然变成台湾的 让民众担心 但农业部却说 只能掌握到席选场 加工业者归给卫福部管 我们掌握到进口 到席选业者 那他提供的时候 那这些业者就是不肖的业者 我们绝对不会宽容 透气摸口的方式的时候 那我觉得我们 相关的卫福部的单位 因为这个后市场的这些产业 都是卫福部在处理的 业者喊冤 当初是政府人员询问帮忙 才会协助 目前农业部掌握了 5400多万颗进口蛋 到期统一放在 中央续产会的北周南仓库 都会上封条贴报废标示 也会严加戒备 其中北区的冷藏仓库 新北卫生局查到 就在巴黎台北港区 现场有已经过期的 巴西颗蛋5309箱 大约是191万颗 在等待报废销毁 进口价上千万 各地卫生局也持续扩大 机查 把关食安 新北市政府查核进口蛋 意外查获中央续产会 在侠内乘租的仓库里面 竟然堆满了过期的巴西蛋 5309箱 还有一些没有过期 但是来自巴西跟泰国 进口的蛋就有827箱 因为现在不缺蛋 所以这些蛋 可能就会直接放到过期 算一算这些蛋的市价 大约是1320万元 已经足够在新北市 买一个房子了 怎么回事 交给资讯记者邱婉柔 新北市政府最近可以说 是积极的在查说 这进口蛋到底流到哪里去 最近他们就在巴黎这边 发现有一个中央续产会 他们乘租的仓库 发现里面过期的巴西蛋 总共有5309箱 算起来大概有191万颗 而没有过期的进口蛋 包含从泰国以及巴西进来的 也有827箱 约为29万颗 而这个存放里面 他们也说这存放看起来是不太合格的 他们也问了仓库员说这个蛋之后 会不会被流入市面呢 他就说其实现在不缺蛋 也不会流入市面 预计都会放到过期之后再销毁 也等于说这些蛋 最后就是报废的命运 但这蛋也都是用钱买来的 这市价大概是多少钱呢 这样有人就稍微试算了一下 发现这个总价大概是1320万 这金额真的是满高的 而且甚至这笔钱都可以在新北市 买房子了 进口蛋的争议持续延烧 不过农业部长陈吉仲也卷入在其中 据传现在陈吉仲坚决表态要请辞 农业部长一职 不过行政院还没有回应是否准辞 到时前行政院长苏贞昌就跳出来了 说陈吉仲都还没有辞职 就有人急着放话 一起来听听看苏贞昌的说法 陈吉仲到现在还没有提出辞职书 总统也没有要他辞职 就有人急着放话操作 这非常恶劣 但宁可让他进口多一点 不要发生蛋荒 不要蛋价标扬 这是正确的 就好像疫苗宁可买多一点 不能没有疫苗可以打 但今天事后诸葛亮 反过来痛加批评 这就是做得老干 陈吉仲都很不舍 我也给他加油 希望大家也都给他加油 不过老实说 我知道他现在已经被弄得身心俱疲了 不过现在陈吉仲人呢 因为原本今天他要跟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一起出席高雄的渔业团体后援会成立大会 但是他却临时缺席 外界都在想了 是不是担心影响内清德的选情 全国各地渔业团体都来立体 副总统赖清德 从远洋近海到养殖渔业 分别提出破话愿景 赵文灿成其迈赔到底 却没见身陷进口但争议的农业部长陈吉仲 该找次长带打 陈吉仲临时缺席 现场连原因都没特别提起 避开同台 难道是担心影响赖清德选情 毕竟专案进口但争议想要选情 陈吉仲需要下海吗 毕竟专案进口但一律 从艺人公司超私巴西弹错标少奇 到五千万颗弹代销毁 台面上自家立委帮忙说两句 他从非洲猪瘟到所有的农产品 被中国禁止等等的事情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比较多事情的一个部会 而且每次发生事情也都看得出来 他是很努力战战兢兢的 在处理所有的事情 确实没有完美的人 但进口袋争议至今魏米瓶 传出于内部不满声浪快炸锅 担心陈大选破口还找上郑文灿告状 其日长官或许也没想多谈 陈吉仲部长背书要下台 来来来 来给横路助权来 两人关心是说过要一起回屏东养猪去 现在苏正常已多次赞许陈吉仲 守住非洲猪瘟 这回就怕还没成功拆弹 选情已受冲击 第一位新闻林一帮林一姐充举 杨沛宇台北厂报道 超私进口弹的风暴持续延烧 农业部昨天公布了这进口弹的流向 超过五千颗鸡蛋药被烧毁 台北市议员江石刚就谈出 农业部过去公布跟厂商的合约 再加上销毁蛋的全本 算一算就要2.5亿元 痛批这升格农业部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交给记者宛柔 但我们了解 为解决年初的蛋黄 农业部是特别从世界各国进口了 1亿4千多万颗的蛋 不过陈吉仲他自己昨天也说 因为蛋黄已经稍稍获得缓解了 所以算一算总计约有5400万颗的蛋 将会被销毁及堆 也等于说这占了进口量的将近4成左右 如果以每颗3块钱的采购成本来计算的话 等于是浪费了纳税人近2亿元的钱 这让台北市議員张思刚直呼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而且如果依照这个进口合约来看的话 每一个厂商还有8%的手续费 农委会至少是付出了4256万的手续费 给各个厂商 这等于说蛋价之乱还没有解 甚至还做了白工的 两年前则有缺蛋的问题 但是陈吉仲却是抑制蛋价 导致这个蛋农弃产 所以他就认为说 这个农业部升格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连专业的评估都做不到 进口过期蛋的风波延烧 有新北板桥的知名港市连锁餐厅的分店 自主就停卖了滑蛋跟半熟蛋的料理 压着说因为无法确认 蛋商到底有没有说谎 怕用到问题蛋 所以现在要等到政府查清楚之后 再来回复饭秀 特地从台北市跑到新北板桥 这间港式料理店来品尝 好可惜铺了空 滑蛋料理是店内热门商品 来店的客人 10个有8个指定要它 但因为进口蛋争议延烧 店家宣布滑蛋系列占不供应 食安考量不仅是滑蛋不卖了 原先有太阳蛋的商品 现在也通通做拳手 上游它即使它可以提供证明给我们 但是我们也会担心就是那个证明 可能不一定全部都是没有问题的 消息一出让顾客毫不舍 店家说还有消费者反应 真的很喜欢滑蛋的风味 可不可以改做拳手 不滑了也没关系 但店家说真的不好意思啦 滑蛋系列是否恢复还在讨论当中 单熟蛋则要等到争议问题都解决 而其实先前中山店门市才爆出有顾客 疑似吃到不干净的蛋料理 感染沙门氏菌 原因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另外有早餐店业者则是保险起见 都用本土蛋 因为我们的蛋蛋蛋上面 你都可以那什么QR口 而且我们的蛋打下去都很新鲜 有农业本专案发文指出 这些进口的鸡蛋 其实大部分都没问题 真正造成问题的是这些鸡蛋应该被冷藏使用 但却拿来给蛋伤常温使用 环境变化导致鸡蛋变质 而针对进口鸡蛋有效期限和疑似产地标示错误 行政院17号召开会议 指示农业部和卫福部要尽速启动联合鸡查 并提供各地方政府相关资料 彻查所有鸡蛋的流向 以及所有业者是否依法办理 而农业部表示预计周一会提供 所辖地方政府资料 取决新闻华销品品企业台北冲报道 政治焦点带您关注到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日前到台大去演讲 他自嘲现在选情好惊险 尤其外界一直喊蓝白河 柯文哲的建议就怕被操作成 要整合出一组总统人选 因此现阶段不适合见面 对于传出柯文哲 月底就要参访美国 柯文哲也澄清 不是他要去 自嘲选情危险 去台大外科演讲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要大家快乐 认真面对挑战 但在选举激烈竞争下 守住支持度谈何容易 在传柯文哲 9月30号是我们民众党的秘书长 他另外有到美国去参加会议的一个计划 那目前关于要出访 不管是东南亚或者是访美 这些行程都还在我们内部讨论中 陈欣30号是秘书长周台竹 要去美国参加其他会议 而柯文哲规划10月1号到5号去美西 近期就会拍板 不管去不去柯文哲先请跑地方 17 18号又去台东拜庙 并参观池上农会的观光名场 柯文哲积极补强陆战实力 因为蓝白整合外界深深催 来应更算准侯友宜访美将有一波庆祝行旗 抛出见面时机点 最好是侯友宜反台后 尽管柯文哲想谈的是国阵议题找出共识 就怕见面被歪楼 公开场合见面互动当然也都很自然 不过为了避免见面被操作是蓝带盒 现阶段我们的幕僚还是认为 不太适合进行什么咖啡会 或者是刻意安排的见面 目前氛围都是要柯喉整合出一组人选 柯文哲不想被吃豆腐 暂时不想跟蓝莹再进一步 传递讯息让国民党明确了解 合作形式不是总统搭档 前进2024柯文哲坚持继续走下去 TVBS新闻李郭正立P台北报道 农业部长陈其中传出已经请辞 行政院刚刚证实 陈其中因为各种政治操作 造成行政团队的困扰 确实有口头表达歉意 并说愿意负责 但是院长陈建仁认为 陈其中有责任继续厘清外界的质疑 而且要检讨进口弹的政策 不准他雷辞职 好 再带您来看到选战的焦点 那么就在今天 总统参选人郭台铭 跟他的副手赖佩霞 跑到了中选会领表登记 正式参加政府元首资格的联署 那么他们也说在全台会设立联署站点 不过才刚宣布要联署之后 郭台铭就说自己未来当总统的话 只当四年 支持者面前重申承诺 而郭台铭登记联署后 第一个行程是先来看自己最熟悉的马祖报告 带着副手到出身地点 板桥慈彙宫 虽然赖佩霞是基督徒 但还是拿着香入境随俗 不只跟马祖报告到中选会登记 当然也是跟赖佩霞一起 向媒体展示申请收据 正式登记为政府总统被联署人 联署的过程也是一种动员实力的展现 郭台铭有备而来 手上三张A4纸 满满都是幕僚的回答题库 只是一度找不到答案 赖佩霞一个伸手想帮忙 郭却感觉有找到答案 郭总今天特别看 有准备一个小潮 接下来18号中选会将正式公告 11月2号前 联署需要达到门槛近29万人 11月14号公布结果 郭台铭选总统力拼全台联署 台北的竞选总部施工 也已经悄悄结束 里头还有工作人员 穿着竞选的T恤 另外像是饼干 矿泉水 卫生纸这类的竞选小物 目前也已经备妥 坐落东区黄金地段 吸住民众眼球 还有支持者入内询问 郭台铭到往下 不只台北南投联署总部也成立 新北阿明之友会也动起来 郭台铭联署站陆续到位 尽管黄世修对参选依旧留伏笔 但该有的还是得逐步就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郭台铭的副手赖佩霞 今天一起到中学会登记的时候 谈到他的双重国籍 赖佩霞强调已经申请放弃了 还说自己这几天心情 可以说是高潮迭起 不过针对被质疑洗血历 没有正面回应 心情是这样 高潮迭起 我相信经过这样的训练 我们一定会是一个 更有毅力的搭档 所谓涉恋当然是自己连日来争议 只是诸多问题 赖佩霞似乎选择回应 像是双重国籍和学历 在还没有见面之前 他就知道我的状况 然后我们在第一时间 就已经提出申请 只说美国籍已经申请放弃 难道学历真的有问题 因为国民党智库召集人 陈学胜在批 赖佩霞过去在广州晋能大学 攻读的博士学位 也有洗学历之余 要赖佩霞拿出 修业拘留证明 今天聚焦应该在登记的 手续完成 那根本是科学大学 那根本是科学学历的部分 一旁郭董急救场 在被抨击的还有心理资商师经理 被报以一对一方式误谈 80分钟收费两万三千元 由于国内没有相关证照 被质疑游走法律边缘 今天我希望我们在这个场合不要失交 你们所问的问题 我们都会有答案 因为细节太多 同样此夜 舞台剧蘑菇争议 也没回忆 赖佩霞四两拨千金 这人虽现身了 但一连窗问题 依旧无解 TVN线的春中群 洪富华 又听听杨佩宇 台北创报导 国民党的总统 曾选人侯友宜 到了美国去纽约的第二场桥宴 其中包括了纽泽西联邦众议员 佩恩都出席制议 另外焦点更是 国际剑视专家李长宇 还以侯友宜大学长的身份 现身力挺 来纽约见台湾青年 侯友宜解下领带 系上围裙 牛肉面尖脚全都来 我六十几岁都还在找工作 你要来工作 原来纽约如果没地方去 我来这里工作 断杂高位 这趟美国行面试间找工作 在纽约还见到 同为警察出身的市长亚当斯 曾经直接上一档次 虽然只有短暂寒暄 但中间牵线的人物曝光 因为侯市长到纽约来 纽约市政府是一直在 不断的在安排 重要的人士的研究之下 决定礼拜五 礼拜六晚上找了一个补党 可以让两位市长 两位警察市长 两位我的市长 能够有机会见面 只是市府这方重要人士之一 传出有中国大陆人士 我们市政府里面有很多华人的官员 这安排好的偶然 确实替侯友宜美国行家不少分 证明国民党在美经营仍有实力 晚间乔宴更有参众议员到场致意 纽泽西联邦众议员佩恩同坐主桌 致辞完立委张启成也帮忙 让他位置和侯友宜再靠近一些 隔壁周还有参议员强森也同样出席致意 除了美方外 还有另一大亮点 侯友宜大学长也出现 这趟美国行各界频频送暖 让侯友宜信心越来越慢 而立委选战立委高嘉瑜 昨天在自己的证件会上 对过去的言行上得罪的支持者们来道歉 不过这样的道歉 似乎没有被深律支持者给买单 甚至还把高嘉瑜过去的罪行 做成梗图 被酸道歉只是鳄鱼的眼泪 扫街扫到都快没声音 高嘉瑜面对自己的选情危机 不只基层跑得清 前一天还在支持者面前赔罪 不过这道歉原来有人指点 港内忧心连支持的长辈都着急 但突如其来的道歉深律支持者 似乎不太领情 情侣粉砖做梗图30元快筛 你说买太贵 搞错金管会罚款数字抹黑主委 政府税针抄收批评行政失灵 新竹棒球场论文案一失五命说 一一点出罪名要道歉的还很多 甚至还被讽刺是恶与眼泪 很多人去用一些分化撕裂的方式 去造成我们泛律阵营的分裂 我想这些都是让我们自己 彼此对立 那对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轻痛愁快 要深律别轻痛愁快互相伤害 但出言讽刺的还有对手们 他是港湖民众选出来的立委 过去四年来在基层完全脱节 特权官说作秀 其实是港湖许多的民众对他的印象 他真正应该诚心的道歉 是对于港湖的民众 道歉有没有笑跟有没有明确的表达 他道歉的原因跟以后会不会做哪些改进 那个是他道歉对象应该要来回答的事 高甲鱼这下肯定富北受敌 TVBS新闻花正森李总泽台北采访报道 大陆国防部长消失超过两周的谜团 还没有解除中共军媒解放军报 罕见的在头版自曝缺点 说习近平成立的火箭军 某部队存在了弱项 人才不足引发国际媒体的关注 四架直升机向前俯冲 拉起高度后再朝四个方向逗转飞行 炸出一朵花来 这是中国大陆天津正举办的直升机博览会 十二时武装直升机打出一连串白色干扰弹 引起现场的掌声 天津直升机博览会号称全球唯一 有飞行表演的直升机专业展 中共不识大秀肌肉做演练宣传 警报大响 中共火箭军士兵集合装载物资 这是日前中共官媒公布的演练画面 但是最新的解放军报罕见字曝缺点 就在头版的左下方 标题为把问题清单变为履职清单 指出火箭军某部队战斗力建设 存在短板肉像 称职的人才不足 而所谓的火箭军 是习近平实施军改后成立的新军种 掌握控制着数量不断增加的核导弹 跟常规弹道导弹 明日来火箭军某部开展军营网络安全宣传中活动 先前火箭军最高领导层两名上将被撤换 现在中国大陆国防部长消失超过两周之际 解放军报还提到推动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 外媒路透解读 中共领导层的不确定性不仅仅在火箭军 TVB2新文章这名陈入文综合报道 苹果新机发表 尽管被大陆媒体嫌变化不大 市场反应冷清 加上陆产的华为推出MAT60 Pro反应热烈 不过iPhone15一开放预购各大平台还是卖光 苹果的中国官网甚至还当机 日前苹果新机发表 中国大陆官媒这么说 不尽管新款产品在性能等方面做出了改变 但不是突破性的创新 市场对新产品的反应评评 但是三天后15号晚上 苹果开放预购 这让苹果的中国官网瞬间被塞爆大当机 网页呈现一片黑底白字 写着无法连接到Apple Store 非常抱歉 暂时无法访问 请稍后再试 而根据电商数据 京东的iPhone15破系列 多达256万人预约 数量远胜华为 天猫开卖一分钟卖光 半小时内捕获九次 还有美团半小时内卖出超过8.6亿台币 中国大陆果粉的实力还是很惊人 仅仅过了5分钟 淘宝iPhone15就显示已受光 京东也显示全部无货状态 有网友晒单 最早的可9月22日到店取货 这个月初华为突然发表新手机 使用中国制造的7奈米晶片 可打卫星电话 一时之间各地掀起排队人潮 高喊支持国货 同时有外面披露 北京禁止中央官员使用苹果 但是iPhone15一发表 台积电制造的3奈米晶片 确实领先华为手机 也有人质疑 苹果将印度产的iPhone 卖给中国市场 而一些网友将购买iPhone15 与国际关系和爱国情节联系起来 对持续购买苹果手机的人产生疑问 苹果称霸中国大陆高阶手机市场 尽管有被奉为爱国神机的华为 抢先上市 但是苹果预售成绩 突然它在中大陆影响 还是难以撼动 体力北新闻张志明 陈若文综合报道 华为最新旗舰手机 MAT60 Pro搭载大陆国产晶片 引发关注 虽然突破美国封锁 却有评论认为 采用的是7奈米制成晶片 人数给先进晶片一大截 交给宛柔 在华为最近是发表了旗舰新机 采用的是7奈米晶片 虽然是突破了美国的封锁 但是跟现在这3奈米晶片的 手机相比 这个半导体的技术 还是落后别人一大截斗 而这个华为董作徐志军 他自己也坦言说 其实现在中国的 不管是晶片 硬体 软体 算法 应用 工具 材料 以及制造 都是被美国的科技打压的 大陆的半导体 其实就是处于落后的状态的 但是他也提醒了 虽然对手是博士的水平 中国大陆自己是小学生 但是人要发展自己的伺服器 以及这作业系统的 如果一定要大规模的使用 其实才能扩大进步 如果通通的不处理都不用的话 这个差距永远都会是差距的 而这个徐志军他也坦言说 不要对美国放宽是抱有幻想的 还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拿起手机 扫描旁边的QR Call 加入TVBS新闻App 更多的及时讯息 带你一手掌握 无二战争最新焦点 但您看到的是 乌军最新收复巴赫姆特以南的 战略村庄安德里伊夫卡 那么二军坦克在无人机的攻击之下 可以说是全军覆没 乌克兰数位部长说 最大的工程无人机 今年产量将比去年增加百倍以上 机议战中炮火四射 乌克兰第三突击旅 挺进巴赫姆特以南 成功收复战略村庄安德里伊夫卡 另一个镜头显示 机议战当下 俄军坦克惨被团灭 这次最大工程是无人机 乌克兰数位部长说 接下来这样的攻击只会更多 乌军在收复的村庄高举旗帜 后面的村庄早被轰成废墟 但拿下战果很重要 约泽轮司机接下来要出访美国 出席联合国大会 而安抚军援最大金主 与此同时两艘船只 悄悄驶向乌克兰黑海港口 这次俄罗斯7月推出黑海粮鞋后 首度使用临时的海上人道走廊 突破俄军封锁 未来渴望借此的运出粮食 TVB的新闻 政府报道 乌克兰持续反攻 南韩警告 北韩给俄罗斯的武器 很有可能已经被俄军 拿到战场上去使用 而根据华尔街日报 美国撒一批的军援内容 可能在今年秋天 就会给乌军射程能到 克里米亚半岛的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巴哈姆特前线 炮弹狂轰 乌军反攻 遇上俄军顽强防守 南韩警告 北韩弹药很可能 已经送到俄军手上 俄罗斯找北韩帮忙 乌克兰则继续跟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讨军援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政府有可能 今年秋天就会提供 乌克兰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跟乌克兰手上 另一个长城武器 暴风巨银比较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从地面发射 不需要动用战机 但反攻战局 不是一两种武器就能扭转 北韵警告 得做好取旧战准备 而俄罗斯绑架孤儿 也有最新人证 开战以来已经有400位 被绑架儿童逃回乌克兰 不过根据基辅统计 还有将近2万小朋友 被送到恶战区 甚至俄罗斯本土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在16号进行访二的最后一天行程 可以说是行程排好排满 不过跟随他出访的妹妹金宇正也被媒体发现 他手上拿的包包可能是法国名牌精品 大约要价台币23万 一般北韩人得不吃不喝 还要工作七年才能够没得起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16号访二的最后一天行程排满满 不止参观一所海盛威大学 晚上还前往剧院 观赏经典芭蕾舞剧睡美人 不止如此 俄国防长肖伊古更声称 朝俄关系进入新的全盛时期 还要加强军事合作 南韩总统因新月强力签则 윤석열 대통령이 유엔총회 참석자 내일부터 4박6일 일정으로 미국 뉴욕을 방문합니다 최근 노고라하는 북러 군사協力에 대한 경고 메시지도 내놓을 것으로 전해졌습니다 除了金正恩以外 这次跟随哥哥出访的金宇正也成为媒体焦点 他被拍到手上提的黑色包包大有来头 김 부부장의 가방은 크리스찬 디오르 제품으로 추정되는 특유의 누빔 패턴 무늬와 고리에 매달린 장식물이 보입니다 这款法国民拍包在南韩官网上定价 한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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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参访东方太空发射场 在留言布上签名的笔 就是用德国豪华钢笔品牌 他的专用防弹车也来自德国大厂 女儿金主爱的一身行头 同样相当不简单 金主爱陪同爸爸观看火星时期 弹道飞弹发射时 身上穿的就是要价 240万韩元的法国精品外套 从头到脚展现白头血统的高贵奢华 和苦于饥荒的北韩老百姓 呈现出非常讽刺的对比 TBBS新闻综合报道 全美汽车工会针对美国汽车 三巨头发动大罢工进入第二天 超过一万三千人蓄微 至少三座的工厂被迫停工 劳房要求四年加薪40% 否则将会继续罢工 示威民众马路旁示威 全美汽车工会大罢工 进入第二天 至少三座工厂停工 超过1.3万人参与 工会要求三大巨头 通用福特和斯特兰特斯加薪40% 态度之所以这么强硬 全员不满车厂获利 只进高层的口袋 劳房要的只公平 总统拜登也紧急出面声援 但若是全面罢工 据统计损失将超过50亿美元 目前进展三大车厂同一四年半 加薪20% 福特不同意加薪四成 还说公司会破产 与此同时福特也强硬宣布 会裁员600人 而通用汽车位于堪萨市的装配厂 可能关闭 至少2000人没有工作 这恐怕也是资方以变相方式 来弥补因为罢工 而必须在人事费用上 不得不增加的支出 TVP新闻资本报导 台湾楼工的薪水 行政院排版明年基本工资 上调4.05% 月薪从26400调到27470 时薪也从176元调到了183元 劳工担心这样恐怕是变相扣薪 因为物价势必也会跟着涨 2020年做的亚太地区薪资排名当中 会发现台湾在15个国家当中 总薪资不断排在中后段之外 固定薪资还输给了越南 那我们的话就是用左手帮我抽出三张牌 32岁的上班族Anne在金融业工作 现在只要非上班日 就会兼差帮人算塔罗牌 增加一点额外收入 月领3万多 积极发展斜杠技能培养第二专长 其实薪资上面对于生活来说 其实就是很打拼 他也没办法说存到非常多的钱 那也没办法说就是像是买房子 或是有比较多的一些旅行 或是娱乐这样子 所以才会想说去做一个斜杠的动作 就是说可以增加自己不同的技能 然后去学习更多 然后增加自己的收入这样 面临通膨冲击 让上班族荷包大缩税 即便劳动部拍板 明年基本工资 月薪调升至27,470元 调涨4.05% 但多数领月薪的劳工依旧很无感 政府它是财款基本工资 但是并不是调 就是企业不一定会跟着 基本薪水调涨 但相对我们承受压力 就是会面临到说 就是可能物价一直调涨 我们还是领一样的薪水 但是又没办法 就是说可以买到 跟以前买到一样的东西 基本工资连八升 让打工族这几年加薪不少 时薪上调至183元 调幅近4% 这也导致越来越多年轻人 宁愿多花点时间找兼差工作 就比如说我今天去打工5个小时 那我可以换取到将近快要1000块的收入 那我觉得还不错 公司有时候都有在缩减一些成本 所以我就自己去外面去找一些打工 一般的这个上班族 其实都已经领超过3万块以上的 对于这个基本工资的调涨 很多上班族都是比较无感的 反而是因为基本工资的调高 被这个转价成本了 所以你的外食费会跟着这个基本工资的调高而增加 基本薪资年年调涨但扣掉物价指数后 多数劳工的实质所得几乎零成长 人力银行就做了一份调查 2023年63个产业 整体平均月薪约4万5 年增2.6% 但以今年8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来看 比去年同期上涨2.5% 几乎追凭同期的薪资涨幅 等于说过去一年 人体实质薪资仅竞增0.1% 目前调涨的不管是这个实薪或是基本工资 好像跟同伴去互相抵消之后 好像实质效益并不高 调整的部分来讲 上班族可能有感度并不高 北中南的薪资已经渐渐拉平的状况之下 那如果说能够在薪资的调整上面 能够有更积极的作业的时候 我想对于企业体在延览人才上面 应该会有比较正面的效应 物价上涨不度才是我们现在实际的要处理的问题 调高基本工资是直接受惠的劳工是低薪的劳工 部分的低薪劳工 但是我们除了低薪劳工以外 还有广大的劳工朋友 也是要有其他的方法来努力 包括企业跟政府 全球权威企业人力咨询机构 在2020年就公布了一份亚太地区的薪资排名 台湾在15个国家中 总薪资不但排在后段班 固定薪资更落后越南 位居第10名 需要加上奖金才能超越 更可以看到台湾越高阶的主管 领得固定薪资相对越低 加薪率常年低于邻近国家 恐怕未来东南亚的外籍劳工 也不见得会想来台湾工作 拉长10年来看 事实上在中国大陆 它崛起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台湾的薪水 早就跟北京跟上海有差距了 那现在目前包括东南亚的国家 不管是这个马来西亚 或者说印尼 或者说整个越南的薪资的崛起 那确实也带动了当地的 白领薪水的往上提升 尤其像我们刚刚提到越南 事实上很多的外商 已经到越南去布局了 所以当然外商投入的这个国家里面 当然薪水就会两极化 那确实是有很多越南白领的薪水 事实上已经非常高了 想要扭转低薪困境 单靠基本工资调涨成效有限 台湾整体薪资若迟迟无法提高竞争力 当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出手抢财的同时 我国人才只出不进 也将不利经济发展 TVBS新闻 李国珍 刘友华 刘炎轩 台北采访报道 牛肉汁它们好浓郁 肉也很大块 它牛腸好嫩 每一次来这边就要排很久